Hello大家好我是JK 欢迎收看本期的绕车一周 今天我们来绕极客009光辉版 正脸它这个非常夸张的格栅 这次变成了手工打造 极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抛光打磨这么一个前格栅 工时大概是30个小时 就是比较夸张 每一块都有其唯一性 他们这次对标的一个装置品牌 显然是劳斯莱斯 一会我们从侧面看车也能发现 然后还有个变化 就是它下唇改成了非常亮眼的 亮银色不锈钢的感觉 极客009的光辉版 只有黑色这么一个版本 后续会不会出其他版本 不好说 但目前我们体验的 看到的打听到的 都是黑色版本 我们到车的侧面 车的侧面两个改变 一个这些试条都是比较亮的 和黑色有比较大的反差 但最明显的改变 肯定还是20寸的大轮毂 这个轮毂也是对标 劳斯莱斯 而且他们说极客的轮毂不仅仅是手工打造 它还有这种激光镀条 激光的这种镀条 有深有浅 并且极客的logo 行车过程中 它也是始终保持竖直的 还是非常能增加这辆车的奢华属性的 整个的侧面的主要的改变 就是这些 后面的改变有两个 一个是它摄像头隐藏在这了 会显得更加低调一些 取消了之前的鲨鱼旗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009光辉 有一说一 这辆车的整个外观设计 和普通版的009 最明显的变化应该就是轮毂 它前面的隔山 我个人感觉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一些 你不了解车 或者说你不怎么了解之前的009 你可能会觉得它只是换了个配色 但是这个轮毂真的非常的提神 哪怕你不怎么关注009 你会发现这个版本的大饼轮毂和普通版 有些不同 更加尊贵 外观上的差异我们基本聊完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辆车 首先我先把主架的门给打开 这个主架我坐了一下 就不带大家仔细看了 因为这辆车的前排 这两个座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并且我相信大家伙 其实也并不想看这辆车的前排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它的后排 我来给大家好好讲讲 这辆车的二排 也是作为理想Mega的车主 这个二排让我感慨颇多的原因 我们准备进入这辆车 一点点跟大家说吧 首先这里 一个皮质的相对较软的 这么一个把手能够方便 无论是老人也好 还是有任何人吧 抓着它上车 都会更加的轻松一点 然后我们看到 这有个专门装花的 这个不是第三方了 这个是官方的 这个花瓶是你能给它拔下来 并且在另一侧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小花 你想放在左侧 放在右侧 都可以 主打一个尊贵的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跟大家说几个点 首先是我现在脚踩了 这个羊毛 这个羊毛毯的厚度 是15毫米 为什么是15毫米呢 我也问了一下 这个极客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意思是 他们用了更薄的 觉得这个支撑性不好 用了更厚的 觉得有点太软 他们测试完以后 觉得这个15毫米的厚度 刚刚好 我现在踩了上面的感觉 确实不错 就是你踩上它 你明显知道 我踩了一个垫子上 但是又不会说非常的软 或者说没有踩在垫子上的感觉 然后正面 这个大屏幕和车机 我们一会儿再聊 我们现在还是接着聊 这个产品的设计元素 这个叫做喜马拉雅大理石 具体的工艺 我就不和大家赘述了 极客的朋友跟我说 非常之复杂 而且这个量力极低 它的大理石板的厚度 只有一毫米 非常的薄 然后它拿这个PU 把这个大理石板 相当于胶筑而成 整个的这个量力是非常低的 我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长度还是不短的 从这里没有断点的 一直延续到车的另一侧 而且这个大理石板 也是每一辆009光辉板上的大理石 都不一样 也有其为异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坐上这辆车 我给大家聊一聊 我伸手可及的这些元素 和共同上的体验 还是目光回到正面 这是一块43英寸的 4K分辨率 迷你LED屏幕 当然我可能会更希望 它能够用上OLED材质 不过用这个迷你LED 我觉得也不是任何问题 然后呢 视野往下放 大家看这里了吗 这里呢 它有一个220伏的 这么一个电源插座 并且呢 还有两个这个Type-C接口 而且支持投屏 也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啊 放个Switch啊什么的 用这块43英寸的大屏幕玩 即刻也给你想好了 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呢 这个储物空间啊 这也是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你想的话呢 可以放游戏机 然后呢 其实你也可以放一些拖鞋啊 都可以啊 把鞋拖在一起 然后换上拖鞋 真的又有供物仓的感觉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冰箱 这个冰箱呢 它是支持 25到50度的 这么一个 制冷和制热 然后呢 它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专门经过设计 或思考 就是 它的这个高度 是非常高的 你看能放一下 这个香槟杯 就是如果你希望 在这个后排 老板是吧 和这个秘书 或者和家人 喝个香槟 碰一下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呢 拿出来以后呢 这个脚也是能够很轻松的 把这个冰箱给关上 我也问了啊 能不能拿脚关 其实还是我必须要优雅一点 拿手关 他们说拿脚关没问题啊 就是这么设你的 好吧 接下来呢 我们等会再说车机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我身边的这些元素啊 这是一个门把手 然后呢 这儿呢 是一个化妆镜 这个化妆镜呢 有三种颜色 看到了吧 然后我长按的话 能够调节它的明和暗 这一侧呢 就是座椅的一些操控 比如说一键躺倒啊 还原啊 自营翼啊 包括靠背啊 坐垫啊 还有脚拖呀 还有控制门的 开门关门 还有控制这个车窗的啊 这是这个操控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无线充电板 并且我现在 左手搭的位置 和中间的这个位置 包括我整个座椅 到时候躺倒以后 这个腿拖 坐垫 靠背啊 它本身都是有加热的 是的 它这个左右的扶手 也是有加热的 那正面呢 这一部分 它和前排呢 是有隔断的 所以我在后排 像我现在这个音量说话 前排是完全停不到的 刚才我们在行驶过程中 也试验了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这个视角啊 它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和前面的主驾和副驾 是完全独立的 然后如果我不开启 这个车内通话功能的话 我现在的音量 前排应该是听不到我说话的 哈喽 前排能听到我说话吗 哈喽 前排能听到吗 他们确实听不到 然后我再打开这个功能 大家看一眼 看一下 哈喽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刚才我刚才我有说话 你没有听到吗 刚才没有 真的没有 哦 OK 还是很私密的 而且这里大家看 应该是个扬声器是吧 其实呢 极客也是把摄像头给集成到了里面 那如果大家是想开会 在这个车里开会的话 它这个摄像头就会伸出来 那现在不用的话 它就缩回去了 这样的话也能更能保证 整个的隐私安全 对吧 老板们还是比较在乎这些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主要和大家来说说啊 这辆车的一些车机方面的体验 包括一个操控的感受 这个呢 在这个区域就能够操控你后排的大部分的一些车机体验 和一些座椅呀 包括音乐啊 多媒体空调这些 这个呢 是座椅 这个呢 能进入二级菜单 然后呢 这个呢 是音乐 这个呢 也能进入二级菜单 中间呢 这个是空调 这个空调在这儿 是没有办法进入二级菜单的 它需要点下面这里能够进入二级菜单 然后呢 你从右往左滑以后呢 我觉得这一部分 极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一部分呢 就是它把能够交互的区域呢 都做了这个亮点的标记 那你凭直觉呢 其实就能够玩明白它的大部分操作 我举个例子 我用它这个车窗 我先来点它 哎 它就跳到了这个车窗的控制 那它这个车窗呢 不仅仅能调这个上下 这些太太基础了 这些太基础了 是吧 我给它调上去 这就是比较基础的功能 那比较强的是 它能调这个隐私等级 现在隐私等级是零 大家看它的透光性 好吧 然后呢 我现在把隐私等级 一下调到十 哎 发现了吗 然后我再调回零 你看 非常快 直接 我现在调回零 调到十 哎 好 现在是调回零 你看 非常快 而且我刚才在外面试了 这个隐私等级拉满的时候 就是你从外面 你得趴在那个车上看 都很费劲的 才能看到里面 就在外面路人 是绝对不知道 里面的人在干嘛的 这个也是 这辆车的属性嘛 就让二排 这两个人是非常注重的 一近似的 你看啊 它在主界面 从汪左华进入的这个界面 如果你 但凡点了一个交互 其实它就进入了 道克兰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车控 那比如说刚才 我点了一个冰箱 那看 它就跳转到这个车控的冰箱部分 车控部分呢 还有一些像是 氛围灯啊 阅读灯啊 包括厨箱 厨箱还是有必要 跟大家说一下的 它这个厨箱呢 一方面呢 它有两个 上厨箱下厨箱 另一方面呢 它有这个密码箱保护 然后呢 它本身呢 像这个大屏 首先离我这么远 是吧 这辆车其实没有必要探讨 什么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了 就是你能把腿伸直 哎呀 把腿伸直 非常开心 那想要操控这块屏幕的话 肯定是需要遥控器的 我觉得它这个选择还是不错的 没有做什么手机操作 手机操作很难用 理想的就很难用 然后呢 我现在开启这个上储物箱 它的储物箱在这里 你看它弹出来 然后呢 它把这个 遥控器就放在了 专门有个收纳的地方 在这儿 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进去 然后呢 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然后本身这块小屏幕呢 也能当 遥控器去进行使用 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更喜欢 这个实体遥控器啊 我觉得要 比这个触控板的要好很多 然后这个遥控器 也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遥控器在用的时候呢 就能够 哎 快捷的操作 你想要的一些部分 对吧 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些功能 我们接下来还是先说这块小屏幕 这块小屏幕 那 主界面 这两部分就说完了 中控这部分呢 其实也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音乐 这儿就基本不用说了 然后呢 就是座椅 目前坐上的geargo的感觉 是很舒服 然后呢 它的这个皮质的触感 是非常非常之细腻的 非常细腻 然后加热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它的按摩是比较让我喜欢的 连你的头部 就这里 头部颈部 都能有一个按摩 所以你打开这个全身舒缓 然后你把这个档位调大 你发现这是20点 这个按摩的这些点位 就是放松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力度也是算是蛮大的了 然后呢 如果你把它展开 按一下 你会发现 它现在不仅仅有这个腿托 你看伸出来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它还有一个能放脚的地方 你看 遮起来了 这样你的脚也有地方放 你的脚能够搭在一个平面上 相当于不仅仅是坠下去 这点也是比较好的 当然我给极客其实是提了一个小建议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感觉到 我在等它这个黑色部分的这个脚脱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有刻意避让一下 那这个我建议他们加一个语音 这样的话呢 能够更好的提醒到第一次使用的用户 因为第一次用的它收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把我夹了一下 看就是这样 它会把我夹一下 它应该有一个语音提示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优雅一些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把视野放到这块43英寸的miniLED屏幕上 它有几个功能可以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投屏这些就不用说了 叮叮会议 如果你需要开会的话 然后刚才说的那部分就会出来一个摄像头 你就能开会 然后呢这个前方实况也是 你在行驶过程中也好 还是在休息的过程中也好 就能看到外面的这个情况 因为它 如果你把隐私玻璃打开 上面的这张脸在关上 其实它的这个 私密性非常好 你根本不知道到哪里了 所以这个前方实况这个功能还是很有必要的 然后呢有一个健康减压舱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座椅的这么一个功能 震动的功能 其实它像是一个 顶配版的小器模式吧 好 点开始 商务舱左 让你选择 我现在在左边 开启 哦 看 它的这张脸就拦上了 然后上面那个隔断也变成了这个遮挡的模式 刚才是透明的 现在变成了这个遮挡的模式 然后这个隐私玻璃也是开的 现在是比较暗的 我现在整个的座藏环境就明显比刚才暗了 当然相机会自动调整 然后呢我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半躺的模式 对 在这个模式下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放松的啊 然后我现在先退出 哎呀 先结束吧 还是要工作的 那这个扶手呢 其实打开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强 它也有小桌板 而且这个小桌板做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像公物仓的那个小桌板 它的阻尼感极好 大家听到了吗 咔嗒一声 它的阻尼感极好 非常负责人的说 这个阻尼感极好 它确实不大 确实不大 我感觉它更多的意义呢 不是让你放皮膚办公 而是放饮品 放在这儿 和你的好朋友 小桌的时候 一香槟杯碰一下 放在这儿 可能更加优雅 我个人感觉它不需要买办公的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大家看这个按键 其实是控制 控制这儿的 看见了吗 控制这儿的 对 如果你想喊话的话 你把它这个窗户摇下来 可能前排就能够相对比较简单的 听到你的说话了 然后这个玻璃呢 也本身就是这个雾面 大家看现在是透明的 我按一下 诶 磨砂了 是吧 就是这个小眼睛 它是比较直观的 现在这个激活了 它就是磨砂的 那我现在把它关掉 推一下 关掉 它就透明了 所以这个后排就像我说的 我是觉得它真的是足够尊贵的 而且 真的很不平全 但是我好喜欢 如果我有司机的话 我真的可能会考虑买这辆车 然后接下来呢 再带大家简单聊一下 看一眼它的后币箱就行了 我觉得这辆车就 绕车一周 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了 这个后币箱空间呢 以它的乘客数量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现在是我和拍摄小伙伴啊 当然是短途一天的这个行李 只有一个箱子和一个两个背包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四个人的大箱子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那种26寸的 应该也是可以的 绕车一周以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对于极客009光辉版的一些想法 这辆车有一点还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它的乘坐感受 就是行驶过程中的感受呢 和我的MAGA相比啊 有一说一 它的NVH表现是没有MAGA强的 我意思是 这个车的NVH比我想得好 对 NVH比我想得好 对有点超 现在多少公里 现在是63公里的车速 其实这个静力性 应该是没有远不如MAGA 但是除此之外啊 二排的尊贵感和舒适感 确实是要比MAGA更好的 这也是我觉得MPV的两个方向的调教 或者选择吧 你叫MAGA它本身强调的 就是三排平全 那我这两天呢 我同学来 算是上我和刘畅 刘女士 一共六个人 正好六个人 用MAGA三排都很舒服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也是它最大的缺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我平时其实是很少有 六人乘坐的刚需的 我一般就是俩人 多的时候四个人 但如果是四个人乘坐的话 其实我不会选MAGA去用 不会选这类MPV去用 因为它的二排 其实它的尊贵感 没有拉满 但是009这辆车 它的取向就是 我把所有的亮点 都放在第二排 那第一排 像我说的 谁开谁司机 这两排绝对就不平全 第二排的尊贵属性拉满了 那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假如我有司机的话 009和MAGA MAGA我不一定平时会用 但009光辉版 我平时一定会用 这个就是两种MPV的 这么一个选择属性吧 我个人觉得 也许没有好坏之分 但确实是差异很大 我是特别喜欢 009光辉版的这个后排 尊贵感的确有 所以让我这个MAGA车主 有一点点的小羡慕 极客这波做的还是不错的 四座的MPV 很多人说男人最终的归宿 就是MPV 不道理 行吧 那本期的绕车一周 就跟大家聊到这 哦 真的没少聊啊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看到这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给个点赞 评论投资转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个好运 拜拜